歡迎持續加入1300華視五間新聞的現場 我是連佩貝 一開始來關注 昨天發生在新北市新店的槍擊案 穿著帽T的兇手 傳出在案發四小時已經火速出境 這個過程中他也多次的變裝相當狡猾 我們就來看到這名嫌犯 他現在在昨天早上六點多的時候 來到被害人的住家附近 埋伏兩個多小時 之後開了四槍之後 開車逃離現場 那後來把這個車子 停到了小壁潭站的這個賣場去 把車丟棄 進行了第一次的變裝 再來又搭計程車 來到了龍山寺站 然後進行了第二次的變裝 再搭小黃來到桃園機場出境 現在潛逃到中國 可以看到他其實已經規劃了 他逃逸的路線 還多次變裝 製造斷點 非常的專業 然而根據了解 其這名男子30多歲 姓黃有前科 那警方後來也從他丟棄的 這些物品中 發現他全身都是名牌 後來也在航廈外頭的水溝 找到他作案的槍擊 警方不排除他是專業的殺手 而且跟被害人是熟識的 目前已經跟刑事局聯手 要繼續跨境追查 監視器拍下嫌犯身穿紅藍香肩的帽T 犯案之後逃離現場的身影 警方調查這名嫌犯疑似是專業槍手 犯案之後製造了不少斷點 躲避追棄 回顧整起事件的時間點 30多歲的黃姓嫌犯 在清晨6點半進行埋伏 接著在8點13分左右開槍 27分就開車前往新店大賣場 並汽車進行第一次的變裝 接下來他搭乘計程車 在9點11分左右抵達龍山寺捷運站 進行二度變裝後 還狡猾地將犯案時穿的機物 送給街友企圖混淆警方 緊接著他又搭上了計程車 在10點左右抵達桃園機場 並且將作案用的槍支 丟棄在附近水溝 12點半後出境到中國 警方一路調閱監視器畫面 不免不休24小時內 掌握到嫌犯動線 也找到了犯案工具 但卻還是差了一步 相關動機還需要釐清 但目前已經掌握嫌犯逃往了 中國廈門並且在隔離旅館 接下來將會與情事局 聯手繼續跨境追查 務必要儘速將嫌犯逮捕歸案